我們現在要剩下的東西叫電化學 電產生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產生電 我們先叫的是電池 就是化學變化產生電 我們要講的是電池 我們教你的電池 我們教你的電池 都是利用化學變化來產生電的 這個變化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有氧化有還原的反應 然後讓它產生電 那這邊所教的氧化還原 跟你國二學的不太一樣 現在講的是化學上真正在教的氧化還原 就所謂的得失電子 得到電子跟失去電子 失去電子的叫做氧化 得到電子的叫做還原 下面的圖 左手邊它失去電子 好到右邊 那麼左邊失電子 所以左邊的那發生氧化 右邊的佛得到電子叫做還原 所以現在教的氧化還原 是用得失電子來教 因為有人得電子 就是有人失電子 有人失電子 就會有人得電子 所以國二告訴你 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有還原就會有氧化 氧化還原反應相伴發生 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請你記住 什麼叫氧化 什麼叫還原 得失電子 得失電子的關係 那因為它這裡有個得失電子 會有一個推動力 讓我的電子從這裡跑到那邊去 所以就表示有一個電位差 來促使我的電子在流動 所以我就可以來做一個所謂的電池 提供一個推動力 讓電子可以流動 好可以流動 所以有人得有人失 表示有一個推動的力量 有一個電位差讓電子在流動 所以就做出了一個叫做電池的東西 那麼基本上這既然是一個化學變化 它的反應的狀況 當然就會跟活性的大小有關係 它的物質的本性、本質、活性有關 那麼它既然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你當初所有學過 會影響到反應速率的、反應快慢的東西 都會影響到電池的效能、效率 比如說溫度 你買那個電池的時候 或者是你買一些 比如說低V什麼東西 它會告訴你說 我的適合溫度幾度到幾度 太低溫它就不反應、不動作 你的電池就提供不了電嘛 所以這些都是會影響反應速率 然後也都會影響我的電池 所以溫度、濃度都會影響 然後溫度太低、不反應、不發生 那就不會有電 不會有電嘛 所以不能太低溫或怎麼樣 OK 那濃度也是一樣 那反應到一段時間 濃度下去就開始吹不動了 吹不動 我會說沒有電 沒有電 你覺得電池已經沒有電了 這樣就是情況 所以就是所有你當初八年級學過 會影響到反應快慢的 都會影響到電池 都會影響到電池 OK 那我們剛剛講過跟活性有關對不對 就是我們當年背過的活性 你還記得嗎 那這個東西等一下會有一點用處 因為我們要教的是星銅電池 你就要知道誰得電池、誰失電池 那就跟活性有關係 就跟活性有關係 就是古時候就背過了 古時候背過了 現在再把它拿出來再看一遍 再記一下 再記一下OK 好 電池就是要提供一個電位差 然後推動電子流動 都會電子流動 我們電位比較高的那一級 叫做哪一級 我們有兩級嘛 正級跟負級 那所以我當初上課講過 正就是哪個什麼電流出 我們說說法上背起來好背 然後看起來有力嘆 但是呢有點不太正確就是 我們說正就是哪一個 正就是什麼電流出去 正就是正電流出去 這樣子在看一些事的時候很好看喔 正就是正電流出 所以電流從正極流出來 這樣子都有人會看 但是我們講過正就會不會動 不會動 真正會動的什麼東西 電子 正確的說什麼電子 四個字 自由電子很好 真正會動的是自由電子 真正會動的是自由電子 就是跟各位簡述一下 我們教給各位的電子 是化學電子 利用化學反應 什麼化學反應 氧化還原反應 什麼叫氧化 什麼叫還原 得失電子 失電子的叫氧化 得電子的叫還原 因為會得失電子 所以有一個推動力 有一個電位差 所以電池可以提供我一個電位差 那這一頁所寫的電池構造 其實是我們以前就已經 教過的事情 再重新複習一下而已 OK